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堂课 我们开始了 这个第六课 记得吗 就是西方的势力呢 他们管理我们这里的经济 还有社区 这里的社会 他讲 管理这个 我们达南马来书这边 管理沙巴沙拉瓦那边 然后对于经济 还有对于社会 带来什么 影响 带来什么割散 是不是 OK 所以六点一呢 我们讲了 Economy Modern 它在西方的势力 它带来 Economy Modern 在我们的国家 就是它介绍了一个新的 经济模式 来这一边 以前的经济模式是 大家自己种 自己吃 你知道吗 自己做那个东西 自己用 现在不是啦 这个是比较新 新式的那一种 比较先进的模式 OK 比如说 他们用很多的金钱 Modal Young Bersa 对不对 他们出产很多 一次过出产很多 叫 Pengal Warren Scala Bersa 就是大量出产 他们用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Technology Modern 包括方法 不一定是机器的 好像各交的方法 你记得吗 各那个鱼骨的方式 然后土地 以前是只是在家里前面种 现在它是有大量的大片的土地 是拿来种东西做原地的 还有用很多的劳工 就是这个时候就带很多中国人 还有印度人进来了 知道吗 OK 所以上次我们讲的这些部分 Modal 我们讲他讲 带成本进来 只是那个公司出钱还不够的 所以还要引进一些 好像他问一下 法国你要不要放点钱进来 投资一下欧洲的其他的国家 他有问他们 那英国的国家 其他的那些 还是拿你当时的比较大的市场 要不要投资 就这样 就是他们的Modal是这样来的 OK 然后什么公司那些 你要赌一下 然后Bertanian Commercial 现在是商业化的农作物了 所以他们 种什么东西来卖 商业化就是大量的卖 所以有什么东西 你看有 那个 当时有甘蔗 是吗 有拉当骨骑 不过最出名的 就是骨骑最出名的话 就是那个 橡胶 对不对 葛大 橡胶 因为当时那一个 国币的价钱掉 跌很厉害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 那个国币的价钱 在那个巴西 他出产太多了 价钱就跌很厉害 再加上这里 很多国币树都 种了那一个疾病 很多死掉 所以他们就换香蕉了 你知道吗 很多场地 他们就换成 香蕉厂 变成了 拉当骨骑大 就大量的种香蕉 结果我们就变成 我们这边是 全世界最大的出产橡胶的国家 不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OK 科技方面 他们用科技在哪里 在当然采矿方面 我们这边采很多西米 然后在沙拉越 有采安泰摩尼 然后 沙巴州采 阿兰巴都 他们用了那些大型的机器 还有方式去采矿 Bertanian方面 有什么是科技 你可以提到 如果他叫我们写 你可以提到关于这个 Technique Bernoulli 和Ebidem 或者是叫 Tulang Ikan Hering 就是Technique Bernoulli 和Tulang Ikan Hering 也是可以 谁发明的呢 就是这个Hershane Ridley 发明的 它的好处是可以 延长橡胶的寿命 所以每一棵树 都可以出产 它可以蒙哈秀干 更多的 那个Susugeta 因为它延长寿命 蛮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农业的 在沙拉越 他们开始 就是用先进的方式 去加工 那个黑胡椒 给它可以卖远一点 不会坏掉 你知道吗 在沙巴州 他们有加工 那个橡胶的厂 有加工 Downdumbakau 那个 记得是什么吗 Downdumbakau 就是那个烟草 是不是 OK 劳工方面不弱 我们看 劳工方面 N&M 我们这边 他们带很多人 很多外劳进来 做这个西米 西米 是中国人来的 OK 沙拉越 也是带中国人进来 采那个 金 采antimony 这样 沙巴州 华人 中国人 中国人进来 采金 在Susnay Sikama OK 农业方面 印度人 印度人在我们这边 Danamaliyu 这个Nagui Nagui Nagui 就是Danamaliyu 番薯这边 印度人进来 是中香角的 比较 主要 不是一定不主要 沙拉越 因为他们带中国人去那边 做那个Buru Lada 就是做 那个原地 知道吗 橡胶 橡胶就用 Oranjawa Jawa人 就是印尼人来的 OK 沙巴州 中国人去做那个烟草的 那个原地 等等的 你看嘛 OK 所以呢 那个是关于老公 当时 老公进来 做什么 OK 所以 那一个部分呢 我们算是一个小副极了 我们还没有到的 还没有讲到 是最后一个部分 是Galabas 现在 它是 大量的去 出产 为什么大量的出产 因为主要呢 他们要export 就是要 出口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矿业怎样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1010年 到1910年 到1937年 原本 采矿的是谁 所以1910年 原本来采矿的 是中国的 商人 矿商 这Bur Lung Bon 是矿商 你知道吗 他们讲的是 OK 就是来做生意的 你看 1910年的时候 其实主要开始的时候 不是开始 开始的时候 是马来人做 然后中国人进来了 矿商 不是老公 中国的矿商进来 他们就开始 发展那个矿业 采更多矿 他们也是有科技 可以采到更多 所以你看1910年 中国的矿商 这样多 78%都是他们 22%是欧洲人 欧洲矿商 然后慢慢起 欧洲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个中国的矿商 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们当时势力 权力不够他们打 你知道吗 然后科技也不够 他们厉害 当时那个欧洲 他们科技很厉害 很强 所以到最后 1937年的时候 68%都是欧洲人 欧洲的矿商 中国矿商变少了 变32了 OK 等下1941年就没有掉了 1941年就被那个 日本占领了 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 到1937年为止的 那个数据 OK 所以像他讲的 你看这里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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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国家 的那个矿 矿 矿 矿业的那个 那些 那些产量 它出口多少 到底有出口到多少 来满足西方的市场需求 Basaran是市场这些 OK 搁拌乱这些需求 所以你看呢 在萨拉越 比如说 他出场 Aranbatu 那个炭 煤炭 1874年的时候 他每年 他出场 500 蛋 500 蛋 蛋是1000 KG 所以是500 再多3个0 KG OK 这个500 5个million 这个大了 1898年 才差十多年 变了 31,390 蛋 的Aranbatu 超多 很多很多 看到吗 短短的时间 它突然变很多 因为突然间 需求很多了 萨拉越 也是这样 他出产石油 从原本的 你看1912年 才需要5000多蛋 可是1920年 才差半年 就变了 百多千蛋 差了 多了两个位数 看到吗 所以当时 有什么是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一个part 我们的国家 当时 是主要的贡献者 就是主要出产 BGDMA的地方 当时 全世界最大的 出产BGDMA的是这边 因为出了 全世界的55% 知道吗 到了19 19 叫什么 Abat Kersambian Blaster 就是18多多年尾的时候 还是有45% 还是很多 就是讲 所以你要记得 BGDMA GDMA也是我们最多 我们讲了 刚才讲矿 现在讲农业 你看 BGDMA 说BGDMA BGDMA 出产 比较传统的东西 你记得我们这边 出产的是香蕉比较多 石油 石油最多 然后后就到香蕉了 沙拉月 什么东西最多 你要知道 出产最多 所以 它也有分BGDMA来种东西 你记得吗 BGDMA 1 BGDMA 2 是种叶子的 BGDMA 3 BGDMA 1 你要记它的重点 OK 多一个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土地 土地 是asset 本定 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投资者们 BGDMA就是投资者 投资者们 他们拥有很重要的产业 就是土地来的 这个啊 OK 者 OK 所以 你看啊 你可以提到 当然是什么 是asset 本定 对于那些投资者们 来说 它是 重要的产业 OK 这个我可以写一下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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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写租 资产 资产 OK 就欧洲投资者 重要的资产 通常 他们拥有的土地 是什么土地 是神明来得 还没有开发的 你知道吗 是远离那些 住的地方 JAMU DALIBADA BADAM BADAM 不是靠近人家住 它不是拥有你住的地方 它是拥有那个森林 然后开整个森林 然后做东西 所以主要是来做什么 拿来采矿,拿来做原地的 他们会比较喜欢 商业化的那些农作物他们比较喜欢 因为比较赚钱 你知道吗?比较赚 运动就是有赚钱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商业化的农作物 然后不用很贵的那些 不需要很贵的 水流系统 所以这两个是point 为什么他们会比较喜欢 有两个point 比较喜欢商业化的那一个农作物 因为比较赚钱 然后不用很贵的水槽的系统 比如说稻米 稻米又商业化又不用很贵 所以这些是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 你要大概知道一下 知道吗?还有这个Info Launcher 你看下Enagment Pana Padi 1917 Enagment你看到就是法律来的 这一条法律是British带进来 它要避免本地人种香脚 看到吗? 很坏哦 它不要给这边的人种香脚 为什么? 它要这里的人种到米 然后不要他们跟欧洲的那一些投资者竞争 因为欧洲投资者种香脚 你自己记录啊 然后这边的人他叫他们种到米 看到吗? 所以他就保持了很多 马亿人啊 当时都还是农夫 就是讲的 他们全部种很传统的东西 就是种到米 种到米 然后欧洲投资者放大钱进来的 哇 他们是种香脚了 因为香脚可以赚很多钱 明白吗? OK啊 所以 那个6.1的我们已经做了给他答案 等下看一看这个那个6.2的 我看可以做一点 这一个 如果这个6.1你还没有做的话 这个填了 这一个part locacy啊 你就做 OK 下一个session我们看一下6.2的part OK